山出有九病缠身 九种病缠身 这是看到吓死人了 你一个晚上断气 19次 怎么回事 因为我那天有去做 那个睡眠检测报告 然后测出来的数据 他说我一个晚上 会断气19次 对 然后那个 其实内容我看不太懂 看不懂 对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 来 江院长来平息 他这个严重吗 其实就我们看起来 其实不是一个晚上19次 是一个小时19次 对 这个叫睡眠呼吸障碍指数 对 那基本上 另外他有负一个血氧浓度 看起来只要塞住的时候 氧气就会掉下来 对 那这样的话 就表示心脏会有负担 另外呢 血氧这件事情 他其实会影响到 我们身体的代谢 那刚刚其实校院长 有提到说 那个糖尿病啊 事实上很多的比例 是因为睡着之后 长期缺氧 导致他的胰岛素的分泌 也会有一些异常 甚至会产生胰岛素阻抗 所以如果我一个晚上 是睡八个小时的话 我其实是断气了大概 对 乘以八 乘以十九 哇 对 就一百多次了 那很可怕 对 好 下一张电视墙 权威自己也有呼吸中止症 听说是你史丹佛大学的指导教授 看你的脸说 你去检查 结果你自己也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对 因为之前还没有去Stanford 进修之前 其实就觉得说 常常会凶闷 然后爬一层楼就会喘 而且白天就会很容易累 很想睡 那后来到Stanford之后 其实老师一看到我的脸就说 你这个要来做睡眠检查 我担心你有呼吸中止 因为我的老师就是全世界 第一个定义睡眠呼吸中止 这个疾病的教授 其实治疗半年 我的血压慢慢就下来了 就不用吃药 不过这是您的诊间个案吗 70岁的妈妈 她有吃三高的药物 她的症状胸闷浅眠多梦 容易醒 超过五年了 一次有失质的症状 结果一小时呼吸中止28次 一次 这是什么 停91秒 对 一次停91秒 后来她是怎么治疗的 看到她这个氧气浓度 掉得非常的低 那这个频道其实 她是断断续续 一直都有很严重的缺氧 因为她阻塞的时间太长了 那下面这个是心跳的速率 可以看到她只要缺氧越久 心跳就越加速 表示她心脏已经有负担了 慢慢她有些失智的症状 她家人很担心 那所以才来做这个检查之后 才发现说 她这个缺氧是非常严重 失智症也改善了 来 下一张电视桥 我们要来看 这个是国务委员最新的研究 睡眠呼吸中止症 可能会有一些共病 失智 还有恐慌症 严重猝死 脑中风 糖尿病 心脏病 高血压 性功能障碍 下一张电视桥 这个是大饼脸 双下巴 哇 一分钟 凉一凉 看睡眠呼吸中止症 我请山珠出来 给院长凉一凉 好的 第一个就是说 山珠的脸 其实就是所谓的大饼脸 就是比较圆 比较圆论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会看这个下巴的 这个后缩的程度 那如果说从侧面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山珠的这个下额 是稍微有点往后缩的 那另外呢 我们要看的是 下巴的这个平面 跟脖子的这个平面的夹角 就是这个夹角 那这个夹角越大 表示他的那个呼吸中止 可能会越严重 那我们这边可以测量一下 好哦 下巴是这个平面 然后脖子的话是 这个平面 对 所以看起来山珠的这个夹角 其实也是一个顿角 哦 对 这个顿角其实 越大就越容易有呼吸中止 哦 难怪他有 我们来看这个呼吸器 是 这个是治疗的部分 晚上睡觉带的 对 一般来讲 睡眠呼吸中止的治疗 最有效的 镇压呼吸器的使用 或者是睡眠外科手术 对 那如果说 呼吸器带的习惯的话 一般我们也是建议 手术放在后面再来考虑 对 那呼吸器的作用原理 就是他在呼吸道 快要被压迫或阻塞之前 透过这个主机 然后把这个镇压 导入到我们的呼吸道 那这时候呼吸道 他就会有个空气柱 可以撑开 撑开之后 他就不会有 这种一直阻塞的状况 不过今天院长 要教锻炼舌头的肌肉 这是预防的部分吗 对 这个其实也是 预防也是一种治疗 比如说一次往上顶 顶15秒钟 然后休息大概10秒钟之后 再继续顶 总共要顶8到10次 那另外往左边 比如这个脸颊 还有右边的脸颊 要轮流 左右左右 一样是顶各10次这样子 对那这个是第一阶段的前半段 后半段是在舌头 在口轮炸鸡的这个嘴唇内侧 要画圈圈 往这个顺时钟跟逆时钟 一样是轮流 往顺跟逆 然后各画10拳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舌头 往上往前 用力的推 一样是推10秒钟 然后一样 右边左边轮流 这样子 好 那第三阶段就是 脖子往下用力 然后手往上 把它推上来 这是训练这个脖子 那这样的话 整体的里面跟外面兼顾的话 它这个运动的训练 就会比较能够大 明依的诊间个案是 妈妈睡不着 哇 一个晚上吃8颗安眠药 吃了10年都睡不好 后来她说我接受治疗 结果检测 你有三个睡眠障碍 第一个 生理时钟失调 第二个 自律神经失调 第三个是 周期性的肢动症 是什么意思院长 OK 因为生理时钟失调 表示说我们大脑的 里面的时钟 跟外界的时间 没有办法配合 那这时候人就会生病 那譬如说我们人是在台北 但是我们大脑的生理时钟 在印度 那台北的时间已经是 晚上12点 但是在印度才9点而已 就根本不会想睡觉 那变成说 都要躺到半夜3点 他才想睡 所以因为那时候 他的脑袋的时间 才是12点钟 对 这个就是所谓 生理时钟失调 的其中一个例子 那第二个 自律神经失调 就是很多人 有这种症状 比如说怕寡怕冷 就是说太热太冷 他都不舒服 或者说有些人 动不动就心跳比较快 甚至会有肠胃不舒服 听到闹钟再动也不行 对 就是会特别的敏感 那这些都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 那但是目前都有 这种医疗级的器材 可以来检测 那第三个就是周期性脂动症 就是睡到一半的时候 他的肢体 不管是脚还是手 会不定期的抖动 抖动 对会抖 那抖动 他不是那种抽筋 那种很用力 他是就一阵一阵这样抖 但是这种抖动 他其实会影响到 睡眠的结构 也就是说 他本来要熟睡的时候 抖一下 他就变浅睡 所以变成他一直很浅眠 那这三个症状导致 医生 他的安眠药 是一颗两颗三颗 一直加上去 加到八颗 一一的突破之后 他现在只要吃两颗药就好了 八颗减到两颗 今天这个是检测仪吗 我请院长来做介绍 绑在他的腰部 腰上 对 然后他这个只要 把他扣上去之后 扣上去之后 然后把这个按钮打开 其实他这边有绿色的灯 就表示他已经有感应到了 那这边是要测血氧 麻烦食指 对 伸出来 那接下来 最后一道程序 就是要放一个 口鼻气流的侦测管 那这个都是干净的 已经就是用一次就要丢掉的 个人 对 个人用的 对 那所以基本上 这个只要把 这个口鼻气流管 其实这方面很多耶 非常快 因为以前是要到医院 然后贴满身的线 对对对对 然后就 整个头都要贴 对 那很多人抱怨说 反而是睡不着 睡更差 没办法检测 是 稍微都在这个 对 然后是放在耳朵 对 方便多了 对 方便多了 这样子其实三分钟操作完毕 就可以开始检查了 这么快 对 就在家里睡觉的时候 就检查了 这就是检测仪 对 然后醒来的时候 把它拿下来就OK了 好 这个是光照仪 人体的这个大脑的时钟 它没有办法像有这个手表 有旋钮可以转 那必须要透过光照 来把它往前或往后移动 那因为它这个光线很强 打开了 对 一般来讲要 基本就是两千五百Lux 真的很强 对 到四千Lux之间 所以它就是 患者就是对着这个仪器光照 对 其实不一定要一直对着 因为眼睛不能直视它嘛 外面眼睛会受伤 也就是说它放在活动的空间 譬如说办公室 或者说书房 那你可以在办公的期间 同时有光照治疗 这样子就可以了 光照疗吧 对 但是光照治疗 它其实有处方的 不是自己买个东西进来照 那其实反正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